本港今日新增12宗確診個案 其中一宗是輸入個案 由菲律賓底港 分類為N501Y變種病毒無病症 其餘11宗本地個案入面 有3宗屬於源頭不明 另外有10多宗初步確診個案 3宗不明源頭個案入面 包括荃灣大霸街火山燒的一名廚師 一名曾到訪重慶大廈的無業人士 以及一名在觀塘創業街工作的電話銷售員 工作時不會接觸公眾 另外SaoGay One明愛樂二學校 再多一名學生及兩名家屬確診 現時累計有3名學生 3名工作人員及4位家人確診 而初步確診的不明源頭個案入面 包括一名63歲海鮮島海鮮酒家的兼職司機 一名55歲地驚餅店售科員 現在在威爾斯親王醫院深切治療部留醫 另外一名58歲在九龍灣工作的文職人員 一名22歲曾在太子花墟18號賣花的兼職人士 還有一名文員 其中一名需要定期洗腎的患者 應未確定檢測結果 他就在新年期間曾有少許活動